那些经常保持沉默的人往往不会浪费时间解释自己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 我们总会遇到形形色色的意见和观点 不可能满足每一个人的期待 因此无论你说了多少 都可能对某些人来说是白费力气 他们可能根本不会理会你的话 当你对那些不值得你时间的人过度解释 尤其是当他们坚持要证明自己的立场时 这其实毫无意义 与人交往时 如果你总是试图证明自己 就等于是在与自己为敌 耗费自己宝贵的时间 越是努力解释 就越显示你在乎他人的看法 这样反而容易被他人左右 此时你其实已经处于不利的位置 相反的 如果你对他人的评价置之不理 那么就没有任何人能够影响到你的内心平静 在我们的生活中 我们经常会遇到不理解我们的人 那么当遇到这样的情况时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有人会选择不断解释 希望对方能够理解自己的立场和想法 但往往 这样的努力结果却是十倍功半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每个人的生活经历不同 价值观和思考方式也会有所差异 这就像是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体验过某种情感 他们就很难理解那种感受 正如一句古老的谚语所说 知我者为我心忧 不知我者为我何求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封闭自己 不与人交流 而是要明白 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你 也不是所有的理解都需要通过言语来达成 有时候 沉默比言语更有力量 当我们遇到真正懂我们的人时 往往无需多言 一个眼神 一个动作就足够了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 我们的时间确实非常宝贵 我们应该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上 而不是试图去说服那些无法理解我们的人 这也不是说我们应该变得冷漠无情 而是要学会更加智慧的选择我们的战斗 毕竟在这个广阔的世界中 我们不可能得到每一个人的理解和认同 这也没有必要 重要的是 我们周围有那些能够理解我们 支持我们的人 他们是我们的力量来源 也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有时候 我们可能会因为别人的不理解 感到沮丧或是挫折 但这正是成长的机会 他提醒我们 要更加坚定地走自己的路 不被外界的声音所动摇 因为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对自己的认知 而不是别人对我们的看法 所以当你遇到不懂你的人时 不妨一笑置之 不要让他们的不理解成为你前进的障碍 相反 我们应该将这些精力作为一种动力 让自己变得更加坚强和独立 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 拥有自己的思想和情感 我们不需要别人的认可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这就像是用不同的语言进行沟通 即使说的再多 没有共同的理解基础 也难以达到真正的沟通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可能会感到挫败和无助 因为无论我们如何努力 似乎都难以打破这层障碍 但其实这样的挫败感 来自于我们对他人认可的渴望 我们希望被理解 希望我们的想法和感受能被接受 然而 真正的问题是 我们是否真的需要每一个人都理解我们呢 或许 我们应该学会接受这样的事实 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我们 也不是每个观点都需要被所有人接受 当我们开始认识到这一点 我们就能更加从容地面对不被理解的状况 而不是感到沮丧和挫败 那么 我们应该如何应对那些不理解我们的人呢 首先 保持一颗开放的心很重要 尊重他人的观点 即使他们不同于我们的 也是成熟交流的一部分 其次 学会选择性的分享 我们不需要向每一个人解释自己的每个决定或想法 有时候保持一定的神秘感 让人们对你保持好奇 必什么都解释的清清楚楚要来的更有吸引力 同时 我们也要学会珍惜那些真正懂我们的人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 能够找到真正理解你的人是多么难得的一件事 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人时 我们应该倍加珍惜 因为他们是我们人生旅程中的宝贵财富 最后 我们要学会自我认同 在这个看似需要不断解释自己的社会中 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看待自己 当你对自己有足够的了解和接纳 外界的声音就不再那么重要了 因为你知道 无论他人如何看待你 你都是独一无二的 并且值得被尊重和爱护 所以当你遇到不理解你的人时 不要觉得沮丧或挫败 记住 你的价值不是由他人的理解或认可来定义的 保持自信 珍惜那些真正懂腻的人 并且继续按照自己的节奏前进 这样 你就能在这个多元而复杂的世界中 找到自己的位置 并且过上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 在我们忙碌的生活中 我们经常遇到各种人和事 有的让我们开心 有的则让我们感到烦恼 但是重要的是要学会区分哪些 是值得我们停下来解释和投入精力的 哪些则应该直接忽略 从而保护自己的心灵和时间 想象一下 当你将精力投入到那些不理解你 不尊重你 甚至是与你背道而驰的人身上时 会发生什么 这不仅会消耗你的精神 还会让你的心情变得沉重 生活中本应享受的美好时光 也会因此而被蒙上一层阴影 我们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 如果我们将它们浪费在那些不值得的任何事上 最终损失的将是我们自己 就像在一片茫茫的海洋中航行 我们需要学会选择正确的方向 避免那些会让我们偏离航道的暗礁和障碍 当我们选择与那些能够理解我们 支持我们 并与我们共同成长的人相处时 我们的人生将会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这些人就像生命中的灯塔 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 让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不至于迷失 与此同时 我们也应该学会放手 对于那些不理解我们 不尊重我们的人 我们没有必要与之争辩或试图说服他们 这不仅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 也是对自己时间和精力的一种尊重 生活不是一场战斗 我们不需要向每一个人证明自己 有时候最好的策略就是选择沉默 将我们宝贵的时间和精力 留给那些真正重要的人和事 通过这样做 我们不仅能够保护自己免受不必要的干扰 还能够确保我们的生活 更加专注于那些能够带给我们快乐和成长的事物 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加自信地面对生活 拥有更多的时间去追求自己真正热爱的事业和梦想 所以下次当你遇到那些 不值得你停下来解释的人或事实 记得你有权选择不去计较 继续前进 将你的精力投入到那些 能够让你感到快乐和满足的人和事上 这才是生活的真谛 记住 每一次选择都是一次自我实现的机会 让我们珍惜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只将它们投入到真正值得的人和事上 当我们这样做时 我们不仅能够为自己的生活 带来更多的喜悦和满足感 同时也能够成为周围人的正能量源泉 当你将自己的能量聚焦在积极 正面的事物上时 你的生活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你将会吸引到更多志同道合的人 你的人际关系将会更加和谐 你的工作和个人生活也将因此而更加成功和充实 这不是说我们应该避开所有的挑战或困难 而是要学会区分哪些挑战 是值得我们接受和克服的 那些则是应该避开的无谓消耗 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加有效地利用自己的时间和资源 将它们用在真正重要的地方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也需要学会自我反思和自我调整 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因为情绪或是意识的冲动 而陷入那些无谓的争吵或解释中 在这种时候停下来 深呼吸提醒自己 这真的值得吗 通过这样的自我提问和反思 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和需要 从而做出更加明智的选择 这不仅是对自己负责 也是对自己生活的一种尊重和爱护 当我们选择远离那些不值得的人和事实 我们其实是在为自己的心灵和生活腾出更多的空间 让那些真正重要和有价值的事物得以进入 这样的选择 虽然有时候可能会让我们面临孤独或不被理解的风险 但最终 这将是我们成长和进步的基石 在我们的生活中 经常会遇到需要与人沟通的情况 有时候 我们热切地想要分享我们的见解和经历 希望能够启发他人 或是在讨论中找到共鸣 但是 不是所有的对话都像我们预期的那样发展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 当你满怀激情地向朋友解释一个深奥的概念时 却发现对方似乎无法理解你的意思 或者在讨论一个复杂的话题时 感觉就像是在与墙壁对话一样 这种时候 你可能会问自己 我是不是应该更加简单明了地解释 但事实上 问题往往不在于解释的方式 而在于人与人之间认知层次的差异 人们的思维模式 价值观和经历是多样化的 这种多样性使得我们的世界丰富多彩 但同时也带来了沟通上的挑战 当两个处于不同认知层次的人试图交流时 很难达到真正的理解 高频率的人往往会认为 和不同层次的人解释 就是降低价值 这并不是说高频率的人 有意看不起他人 而是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 在与认知层次不同的人交流时 高频率的人可能会感到 自己的思想和价值观受到了稀释 很多时候 我们试图向别人解释某些事情 希望能够让对方理解我们的观点 但结果往往是徒劳 即使你用尽各种方法 对方也可能无法 从本质上理解你的意思 这不是因为对方不够聪明 而是因为人们的认知基础和思维方式存在根本的差异 在这种情况下 坚持解释不仅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 反而可能会让自己陷入无谓的争论中 当你发现自己在与一个认知层次完全不同的人讨论时 最好的策略可能就是选择不去过多解释 因为有时候沉默比言语更有力量 生活中我们总会遇到一些人 他们似乎总是困在自己的思维框架中 无法跳脱出来看到更广阔的世界 当我们尝试与这些人交流时 往往会感到挫折和无力 他们可能会误解你的意图 认为你是在自命不凡 甚至是看不起他们 在这种情况下 任何试图解释的努力都可能变得毫无意义 所以当我们面对认知差距时 真的没有必要去争辩和解释 与其浪费时间在无果的争论上 不如将这些时间用于自我成长和提升 毕竟唯有不断丰富自己 提高自己的频率 才能在这个多元化的世界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我们应该学会接受世界的多样性 认识到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我们的思想和理念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放弃与人交流 而是要更加明智地选择交流的方式和对象 有时候选择不去解释 不仅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 也是对对方的一种尊重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 我们每个人都在不断学习和成长 我们的认知层次和思维模式也在不断地演变 因此当我们遇到认知差异时 应该拥有一颗开放的心 接受并尊重彼此的差异 最终我们会发现 真正的沟通不在于言语的多寡 而在于心灵的相通 当我们学会用心去感受 而不是仅仅用言语去解释时 我们就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彼此 这种理解超越了语言的层面 达到了心灵的共鸣 因此让我们学会在适当的时候选择沉默 用我们的行动和成就来表达我们的价值和理念 让我们不断地提升自己 丰富自己的内心世界 成为一个高频率的存在 当我们做到这一点时 我们就会发现 真正的沟通和理解 会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自然发生 记住 每一次的交流都是一次学习和成长的机会 即使我们无法用言语达成共鸣 我们的心灵仍然可以在沉默中交流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会学会更加深刻地理解自己和周围的世界 这是一条不断探索和成长的旅程 在这个旅程中 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 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 但只要我们保持开放和包容的心态 就能在这个多彩的世界中 找到我们自己的位置 因此 让我们拥抱这个旅程 用我们的精力和智慧照亮彼此的道路 不必向全世界展示你的真实面貌 也无需不断解释自己 因为大多数人仅对他们期待看到的内容感兴趣 过多的解释往往反而容易引起误解和负面标签 当面对观点 价值观和认知有明显差异的人士 不必费力解释 选择保持距离是更好的策略 避免无谓的辩论和口头争吵 这些不仅耗时且消耗你的精力 而且往往得不到预期的结果 不要过分关注他人的看法和评价 只要做好自己 保持良好的自我认知即可 常言道 探索改善人生 感恩改变生命 让我们一起学习 领悟人生 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恩有你们 才有我们 愿你智慧日增 平安健康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让我们共同追求快乐 携手打造美好的未来